HKBC, visualizing your voice HKBC, visualizing your voice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第二期的HKBC.TV馬場大亨的節目 第二期了,但第一期不行 有時候沒有辦法,你明白嗎? 我們賭馬就不是一定要給貼士就贏 要自己勤力 沒錯,但你那隻飲食之聲一七集就在後面 那不是,如果我不是說飲食之聲 那些朋友都不會告訴我們是馬咳 是的,但那一天還有一個意外 然後我們問回整件事 原來飲食之聲出閘的時候 其實騎士叫了不要開閘 趕不及,叫了wait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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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聽不到 按了開閘,就出閘 所以你會看到四個去到後面再出來 整件事就是這樣 那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但另一隻馬仍然是生的 你看到入籍路的時候仍然無法解決 那隻馬仍然是正確的 沒錯 沒錯 不知道關不關咳士 可能關不關 但總之就有些意外 那廖王,如果上次情況這樣 今天可否更好 今天如果我有一隻馬 是給了出來 應該 而他雖然都是熱門 但是一件事 方家拍馬房 好啊 預言了一兩句 應該沒有問題的 希望沒有問題 我們第一段都會說一些馬圈八卦的事情 聽說容天鵬馬房那邊有些問題 兵變 兵變 為什麼 沒有啊 這件事就是我的手足說給我聽的 他們馬房有十幾個馬夫掛牌 什麼掛牌 掛牌的意思就是嚴棄馬房 我不幫你做了 因為我打馬會工 我又不是打理馬房工 如果我覺得有什麼不滿意的 我就走了 等於上個月尾馬會也公佈了 阿威哥的馬房也有些事情 又是有人在申請掛牌 可能都是類似的問題 其實掛牌這件事 就是經常性一季裏面 就是每個月或者每個星期 都可能會有機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你在這間公司做得不好 你也有權跳槽 當然 或者我需要錢 我很窮 那你的馬房也沒有買贏 我只是分大為獎金 我就沒有馬房獎金 我就分少很多錢 差很遠 但都是季尾要出糧 對不對 那就走了 那就走了 但是有些人際關係搞得不好 又可能會要掛牌走的 例如你是女的 我是男的 馬夫 那我和你本來好好的 適合談的 那突然間 你老公說我和你走得太近 你一說這件事 我就想起哪一個 哪一個 和你搭肩膊 拍照的那些 吃飯照的那些 你一說那些 我又馬上想起這件事 遲下說這個 不要說 有空先說 現在這裡 不要說這個問題 那還有一個 Headlet掛牌 是嗎 只有兩個Headlet 有一個掛牌 那死了 就不是我弟弟 另外那個 那個不要緊 那個和阿Lak好朋友 那有人包著 那個和阿Lak好朋友 必要時就去馬房 但是你還沒說過 那為什麼這麼多馬夫要掛牌 掛牌 掛牌的情況之下 通常都是 錢一樣是這麼多的 當然 為什麼我做得這麼辛苦 都是一樣錢 但是一樣 人家馬房沒有那麼辛苦 又有多些錢 那我就走了 那為什麼會這麼辛苦 才可以 因為容天盤的order 比較緊張些 令到馬匹 可以做得 功夫全面些 所以令到人們做得辛苦 例如呢 例如你多走一會 走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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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樣東西都加三分鐘 夠難 不是 走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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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跳第三個圈 沒關係的 那個出門的order 就緊了 出門的order 之後 那部分就麻煩了 去游水 又要排隊 然後游完水回來 如果有些練馬師是緊張的 他會要求馬夫 在馬房裡的地堂沙圈 把馬走乾淨 就是那個搭輪轉機 不是 搭輪轉機 外面有些沙 馬可以在那裡走 我看到馬通常在那裡睡 我都會捏地 那個是打滾池 那個是打滾池 是角落的 另外就是 你的機器就在中間 然後旁邊有很多沙 有一個圈的地堂 那個叫地堂 就是在馬房裡 可以讓他上馬 讓他逛街 那裡如果 要求 練馬師要求 走到馬乾 我敢跟你說 如果游完水 或者粗圓回來 沖了涼 走乾 其實他們會不會因為 游完水之後 免得抹身 所以曬乾馬就搞定 你又不懂 游完水 那些水是髒的 游完水 就一定要洗 要洗澡 有些馬房就不可以洗澡 不是吧 是 走乾了再拆 拆出來 就好像吸塵機的袋 拿出來 全部都是粉 他刨完 那個叫刨掃 刨完 拆完馬 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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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刨在地上 全部都是那些粉 一行行的 好像別人的索曲 那不難知道 那麼多人 那麼辛苦 對 有些 以前有些 叫做老三 或者老二 他就認為那隻馬 骯髒 但是馬夫就說 我拆了 很乾淨 我拆了很乾淨 很明顯很乾淨 然後他就動手 拆拆拆 拆完之後 一刮刮刮 地下刮了三四行出來 乾淨 乾淨又怎麼會有這麼多 不過吸了他 其實馬 是從何時都拆到這麼多 出來的 他找東西說你的 就是放在那裡就搞你 是啊 但是有一件事 如果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 那個馬房裏面 要做的功夫 如果是每一部分 蓮馬斯都是緊張的話 那些人不是做事辛苦 是情緒上有個壓力在那裡 辛苦 那你知道 做得馬夫 都不是說太過 讀得書太多 真的 現在很少的了 因為現在已經是多了一些 新的人入行 可能都中六中七程度 是啊 現在要的 是啊 那他考的嘛 變了來說 就是說 我讀這麼多書 我又找不到這麼多錢 因為初初進去的人 比較低 薪金 那些做了幾十年 或者做了十多二十年 那些 逛逛的 三四皮一個月 我說的 然後 你剛剛進去的那些 只有薪金 有些還沒有獎金 美國使用期 那你說是否死得 人家做這麼少 多我兩倍薪金 說什麼 那不要緊 容天鵬那邊 說那些人想走 阿威哥那邊 那些人就收留他們 是不是 每個那邊都是掛牌 馬會一定可以猜的 因為很簡單 一件事 你要不要出糧 你要出糧 你就要幫馬會做事 馬會 跟你簽合約的時候 是不能讓你選馬房的 你有權說你做得不開心 然後他就想想幫我幫你猜走 不是 他一定會幫你猜走 因為他免得你在這裡搞事 那就是 一定是奶硬的 你只有十幾個人 是啊 你有十幾個人的時候 那就是共產黨最害怕的事情 你結黨刑事 那好了 容天鵬馬房 這些掛牌 阿威又掛牌 這些就等馬會搞 但這樣也很麻煩 他剛剛新馬房出來 馬上個星期出了一隻 那接下來那些備戰功夫都 有些麻煩 我相信不會影響 我相信不會影響 只不過就是 那些人沒有那麼用心去做 或者你挑剔我 我就做壞一點 那又麻煩 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操練 也不會影響馬的食用 只是會影響馬 可能生肢 沒有人搞 那些這樣 那些腳下山了肢 沒有人搞 身體髒 拉出來一砍一砍 沒有辦法搞這些 帥仔的東西可以收拾 那就是下氣梳一梳就搞定 很死的 每一個馬出來跑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專人 去收拾過了帥仔他 然後才拿出來跑 這個你定 沒有問題 以阿容天鵬 他這些人才 那就是對 沒錯 怎會處理不了 浪費 你說這些擔心 沒有問題 馬會這麼大機構 沒有問題 對於幾個馬夫 十多個掛牌 是沒有問題的 你猜外國那些工會罷工嗎 不是 外國工會罷工 真的 當年香港有一宗 七幾年 七幾年 八幾年 對 全線罷工 那次是 我年輕幾歲 對 好像我兒子那麼小 你還沒入行 沒有 我爸爸才在做 這樣 說完這件事 不如轉話題 轉話題 說完電話師 說騎師 也好 喂 你老友 不是我老友 不是你老友 我老友的老友 你老友的老友 我老友的老友 我澳洲電視台 訪問完他 那你說誰才行 阿神父 誰是神父 白德文 白德文 他之前不是 剛剛回到澳洲之後 都好像沒有什麼 拍了電視節目 就說他自己的精神都很好 跟他老婆很恩愛 但是好像有一件事 很搞笑 最近 好像每個想找他 都找不到他 這樣的 找不到他 可能因為他去了動物月 是的 不是說 不是跟他老婆 是動物月 不是壞事 總之 有些人找不到他 找些人找不到 就有些奇怪怪的 好像你這樣說 去動物月 但是跟哪一個 倒 因為有些風吹回來 就說 白德文 認識了一個唐人妹 不是外國人 那就 可能去了玩 總之 幾個月都沒有過頭 找不到 電話號碼都改了 最主題 電話號碼都改了 電話號碼都改了 打他的電話是不通的 當然找不到他之下 當然找他兒子 那就糟糕了 最搞笑的,據稱,因為我們未見過,我們不知道 但聽回來,就說白德文向法庭申請了一個叫做人生保護令 總之就不讓某一些人接觸他 某一些人接觸他,但他是誰 竟然是不讓他的兒子進入唐人妹的200米範圍之內 整件事是反過來的,不知是甚麼原因 總之就是這樣說的,會不會他的兒子… 會不會搶食? 是呀,我也那次搶食 會不會是爸爸搶兒子吃,然後他爸爸不讓兒子 那他爸爸有錢一點 很難說 他爸爸有錢一點,相差很遠 那倒是,但總之這件事就聽回來 信不信得過,就另一件事 沒有問題的,這些是我們題外話 最重要的就是,看看一會兒我們介紹一下馬 這次應該可以讓大家賺回上次不見了的錢 既然是這樣,你剛才也預告過了 說你甚麼 今期的鳥王…我忘了題目是甚麼 鳥王甚麼,鳥王來了 鳥王來了 鳥王來了,不行啦 不如今次我們再介紹第二期的鳥王來了 有甚麼好東西推介? 好,鳥王來了 今次我們介紹的就是方家拍馬房 兩隻馬,第一場四號,飛天龍區 第七場六號,天合 那你一定會說我的 第七場六號,天合大熱門又大中雞 我告訴你,我收風回來 同未做這個節目之前 我都是沒有看賠率的 那我經過你的講一講之後 我去看看賠率,原來二十幾元 你又說我大中雞 那沒辦法的 那別人給料是這樣,我都不想的 那天合 一會兒有片,有圖有真相 飛天龍區第一場四號 那我的兄弟告訴我 今年這隻馬和去年有少少不同 不同的地方就是 今年的狀態離早了 雖然六歲 去年還是第一次跑的時候 季初還是在跑沙田1200 然後跑一輪一里之後 熱好身 然後才去跑馬地1200 跑馬地1000 然後才去跑短途的賽事 但是這次第一次 就已經找到他老友,潘頓 去跑這場沙田1500 適追,在這個情況之下 五班 上次說了一樣東西給你們聽 適放,有機會回來 不行了,不要罵 第二次,教你們了 適放和適追 第五班很難找到馬適追 通常都是捱下捱回來 然後這次 找到潘頓 如果三檔設定好位 有兩三隻在前面 放擾一下,然後入直路 以潘頓那艘姜誠 應該可以發揮到這隻馬 我們第二隻要講的 氣玉來了 就是第七場 六號 天合 我們有片 我們可以先去片 看看他去年 在沙田跑的時候 跑第二場後上 有多厲害 現在看一條片 這一場是天合 天合 天合 第幾檔 找回 現在應該是第十二檔 外面 後面 在賣 都賣不到 零零射射射 後面那隻就是 我不叫馬 不過我認得天狗的衣服 沿途都在四碟 現在在外面 一路都是放在後面 跟著走 先講一些資料 這隻馬 在澳洲那邊 新馬 跑過三場 才來香港 第一場 十倍 贏了 大家都不知道什麼事的情況下贏了 然後第二場 第二場 第二場 都贏了 第三場 第一場 立即跑 Group 2 現在我們看一條片 現在開始 有少少 追上來 現在找到位 在中間 中間 這幾步 這隻馬 後上真是很厲害 這裏 撞到 立即 一聲 追上來衝到第三 其實這幾步 這麼短時間內 撞到其實是一些都不容易的事情 當然不容易 因為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還要對著那群馬 那群老死忽 是的 他這群是在去年季尾已經跑到 大家都跑到成熟程度 是很高的水準的情況之下 這樣讓他可以衝上來 這隻馬 你見到卡達勝和牛精好友 突然間 撞上來 一撞上來之後 那隻天合 看到那些馬 動 第一件事 他就懂得跟馬 跟完之後 他就立即自己撞上去 撞上去 那幾步 這麼短時間 衝上去其實是一些都不容易的事情 我們看看 剛才阿廖王也有說過 這隻馬 外地的資料 因為他其實是 一二年 在澳洲出賽過三次 7月7日在費明頓 初出在費明頓 跑場兩歲 七萬元澳子 七萬元澳子賽事 還要是臨地 是的 澳洲七萬元很厲害 那場還要是 鄂麗華跑 那場是尾盾贏的 然後再跑場 第二場已經是 七月二十一日 二十一日和七六七 只差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增程千四 跑場黏地 三十一日和三十一日 還要頂磅一三 零跑 贏回來 差不多一個馬位 都是外馬跑的 現在第三場 立即是group two 已經是 跑場三歲 十五倍 沒有人問的 這隻馬 原來是李老友騎的 哪個老友 史提芬京 周星馳 厲害 那場馬就差一點 跑到第二回來 但你看到這隻馬 他可以在 一隻尾盾 第二場 就是 每一個重磅 一三零磅 都可以贏到最臨地的情況下 是一件不少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馬會 一來到的評分 已經比他 去到九十分 已經是 就算看回我們第一場 第一場我們沒有代替 即是 來到香港才跑第一場 你看得回 他對那些對手都不弱 跑場直路賽 他對加州金獎 他那一場馬 好像都是熱門 這樣就 最後那一段 他都做了二十二秒多 我還記得我們那一場的評語 是 說到這隻馬 都一定不差 是要少少時間 現在時間就比較 剛剛才 來到這個馬的季 一來跑 有個試集做了 不如看看那一集 這隻馬的進度程度有多少 可以做得回 之前在澳洲那邊的情況 和上一場追上來的勁勢 他這次試集 都是沿途在後面 但是 最後回到來的時候 比下去 已經是 OK 很好 大家找一找 P212 P212應該就是 P22那隻 P22那隻 就是 你看到現在都是 好輕鬆比他自己先離開 也好緩慢 隻馬沒搶口 沒有成 是 前面還要這場的 P 생겼高門 也慢很多 現在慢點 慢點還好 慢點才能逐到好 是呀 慢點 如果你這樣追近 追上來 你去到二班 這種情況之下 怎麼會不會有人在前面放 現在開始有少少的 馬上就立即肯走 還沒騎下去 不斷鬆一點 馬已經自己跟上來了 這隻好東西 真是好東西 現在轉彎後面 紅帽那隻 現在還在中後面的位置 還沒開始騎 沒送給他的 老潘忍實 沒有送給他的 這隻馬自己走 這隻腳很低 這隻馬是很低的 現在鬆下去了 這隻馬已經立即自己拍上來了 已經是 一直看過了 看上山那隻馬 上山那隻馬還沒停 繼續肯走 這隻馬本來的長歷一定是有 因為這隻馬是一個千二集 上去都還沒肯停 不如這樣吧 我告訴你我為什麼這麼喜歡他 為什麼 我朋友一跟我說 我就跟自己說 我說這隻馬 如果他在澳洲那邊 跑兩場都是臨地 而一轉跑草地 跑group 2 即是一轉跑乾塊地 跑group 2的時候 他在這個情況之下 惡禮華不選 一定是覺得這隻馬機會不大 沒錯 在機會不大的情況之下 找史提芬州去跑 都可以跑到第二回來 證明這隻馬 你不要這麼說 別人去到新加坡跑的時候 每個人都爭著用他 是嗎?這麼厲害嗎? 當然 那他惡禮華級數嗎? 我就覺得有得比的 大騎 話畢竟是大騎 你算是流的嗎? 但證明 他轉了乾塊地之後 連group 2都可以 處理得到的時候 這隻馬的底質和潛質 一定是不差的 來到香港 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上一次季尾可以做到一件事 告訴你 他是可以有強勁的候想 而這波襲 他也可以做到這件事出來的情況之下 我老友告訴我這隻馬 方家發很緊張 做到狠狠 老闆已經不放手了 當然 還有這隻馬 受騎 你讓奧麗華和施維分 散過 這些馬 一定是好 一定是好的 還有一件事 你不知你信不信 你說吧 馬主也很重要 張福韜醫生 當然 張福韜醫生 天狗 天狗 要贏運 有沒有好的馬 可以贏到吸氣賽 不是說有隻好馬 就可以贏到 你要有隻好馬 你也要有這樣的運 吃得起 才可以捧到杯 可以贏到這麼多賽事 這個張福韜醫生 有料到 真是好命 不是開玩笑 現在看賠率 它是三倍 大業門三倍 次業門那隻 都是牛精好友 即是同場對手 現在看回澳洲開盤 都看到好像是不收貨 不收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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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不收你貨 即是說 你看到網絡很高 你見貨 我吃不下 你拿回去 過主 沒錯 蓋棋 現在看這場馬 沒有一隻馬可以跑到群 當然 沒有一隻馬可以有指甲跑到群 那些馬 他們是在下面上來的 這些馬 對 就不是在上面下來的 這隻就是在上面下來 變成只有一隻天合 是在上面下來的 我們要捉馬的時候 就要大家給個分野 為什麼阿簡經常說大人和小孩跑 這場是很好的例子 以前生徒 跑贏 預賽 然後贏 打比 然後阿簡只說一句 這些大人和小孩跑 怎麼跑 你全部輸給他那些練馬師 你都不知道過去打他兩場 還是說 讚他好東西好 對嗎 有時 輸給人 還要被人蹲 還要被人毀 你說多慘 沒錯 對 這些場 我覺得是大人和小孩跑 你說夠了沒有 這隻天合 還有沒有話說 說完了 給你多一分鐘 你繼續說下去 不用不用不用 我差不多了 因為這隻就是 在這次裏 我補給大家 希望明天有22元 我看到另外一隻 就是飛天龍驅 飛天龍驅就是搏一下搏一下 因為那場馬 其實你是搏幾樣東西 搏去的檔位也好 還有一個race run jockey 這是race run jockey 沒錯 第一場買潘盾 第一場馬 買潘盾 另外一隻 你跟他鬥的馬 就是寶德 因為他可以走披繩 可以做披繩自己走 看會不會和喜曼家搞事 你認為這兩隻馬 不喜歡的話 我覺得可以留意那隻 清新空氣 因為看到它的試襲 是明顯有好轉 還有這隻馬 看到今季 也是狀況身 還有 已經起了火了 可以留意的 另外 我再介紹幾隻馬 第四場可以留意那隻 海南花蜜 不是蜂蜜蜜 這隻很厲害 真的 因為去年我們其實 跟進了這隻馬 是呀 我們是跟進馬 這隻馬太反覆 這次有個好處 大家不要怪我 不斷看著 因為今天沒有帶馬補 看到他 最重要是8月27日那一段集 是放回來 放回來那一段 是那天那組集裡面 最快時間的那一隻 還要給寶寶快 那個集 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 不是 是給寶寶試 寶寶試 之後那天 他27日那個集 是那個時刻做得很好的 所以可以留意 還有 他的檔位不出 唯一一件事 就是那場馬那個 的胚醒可能會快 有機會害到他 另外再介紹 就是第五場 那隻的勝利大將 這隻馬又試入試得好的 還有 這場馬又胚醒快 他有權在後面 走上來的時候 就搏去前面 燒死了 後面衝上來 就搏大帽 唯一一個問題 這隻馬 就是因為他這隻馬 的心是比較小一點 你的心勢 上個禮拜講過 一是廢勢 心勢 兩樣東西 都有機會 令到隻馬的速度不夠 因為他武器爆上來 另外就是 第十號 這樣也可以 可以留意的 今天的節目 差不多了 講到這裡 是啊 差不多了 贏到 有什麼問題 我第四場 我多給一隻 第四場 非快無敵 去年在 非快無敵 去年在霍利時 轉了個賀賢之後 立即贏一場回來 然後 現在 晨早投鼠 已經被歐杜洛操 那就 在這個 第二個賽馬天 第一次跑快活谷1650 他立即拿出來賺食 你說夠了 不保留的 你說夠了 和你買為止 節目時間夠了 我們 沒辦法了 下次再和你們交代過 今次 講不夠的消息 再教你們 怎樣去看一下 怎樣選馬 和其他馬房的資料 看看有什麼收到回來 可以令到你們有新的知識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 預備 發生